南岡福伦社关心偏乡学子 由社长黄志明率社员一行人 前往民间乡新街国小办理校园返毒宣导 并捐赠该校棒球队十万元奖助金 希望让选手的训练更无后顾之忧 能够专心比赛 校长陈景元感谢南岡福伦社这满满的爱心 也让全校师生倍感温馨 非常感谢黄志明社长 所带领的南岡福伦社 我们的所有的贤达到学校来 他除了准备小朋友喜欢吃的红豆饼之外 另外还捐赠了十万块 让学校的棒球队来购置训练器材 同时他还为小朋友来办了一场反毒的宣导 我想在这个时代 我们小朋友绝对要提升反毒的这个意识 那最后我还是特别感谢我们这次福伦社的贤达 来为学校提供资源 教育我们的小朋友 市长黄志明表示 因为现在毒品泛滥 所以到学校办理校园反毒宣导 希望让孩子认识毒品 远离毒品危害 也期盼社会各种资源进入 在学习路上帮助这些弱势孩子以臂之力 我们听说新街国小在棒球表现不错 而且他们的肩胃比较卓 所以说我们今年就延伸再多一个新街国小 那我们借着我们十万年的建筑棒球队的活动 那再来到他们学校做一个反毒的宣导 以及爱心福利品的活动 那借着一个监政的活动 我们借着一个反毒的活动 让所有的全校的自身 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要有迷失的 那让他们在正常的发展下 能够健全健康康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抛针理力 能够带通社会 让我们的社会更多元化 而且更有爱心 让这个爱心能够发扬到所有的社会上 谢谢 感谢福林社捐赠一批训练器材 就是敏捷训练跟激励训练的器材 然后让孩子有更 在训练上可以有更充裕的设备 那非常感谢他们 对新阶国小的支持跟关系 希望小朋友有这批训练器材 以后往后能有更犹豫的成绩 来回馈给大家 南投南钢福林社长期关怀南投学子 多年来受助了学童不计其数 在善行易举之外 福林社也期许受到帮助的孩子 他日能够把这份关怀持续传递下去 为社会增听更多的积极向上力量 记者乡金服 明天乡采访报道